那你看的是体育消息 桌球好手陈建安今天在日本公开赛 债船捷报 小安在男子单打八强战 面对世界排名第十一的日本一哥 水谷准上演了大逆转 以四比三击败对手 创进四强 虽然桌球一哥装置冤名列大会第一种子 却在第一轮就暴冷出局 不过陈建安一路过关斩将 八强战面对日本一哥水谷准的左手快攻 小安吃足苦头 一度还处于一比三的落后 还好呢最后还是成功挺进四强